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三国蜀国传 今天咱们讲第三十三回 诗接庭 接庭之战 是吧 历史上其实非常有名 但是三国演绎的接庭之战 和真实的史书上记载的 完全不一样 三国演绎和京剧中 这是三个故事 是吧 京剧 这叫师控展 师接庭 控成记 展马素 史书中是没有控成记这件事的 是吧 因为当时诸葛亮根本就不在西城 整个这件事和司马仪也没有关系 这一战曹魏方面是曹真打的 咱们就讲讲这接庭之战 大家跟着我 最终咱们揭开一个谜团 什么谜团呢 为什么必须要斩马素 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诸葛亮利用了西北的动荡局势 轻易的就取得了西北三郡 天水南安和安定 这引起了曹魏政权的极大恐慌 诸葛亮啊 其实料想的没错 曹魏政权在西北的失误是一种优势心理造成的 一旦曹魏意识到西北有危险就会改变这种西北政策 曹魏果然就做出了调整 是吧 下红毛被撤职 曹真带病出征 甚至于曹魏自己最后御驾亲征 亲自坐镇长安 更加主要的是西北政策的改革开始提上一时日程 其实曹魏也是个好皇帝 曹魏比刘善大 大四岁 刘备要孩子烦 你想吧 刘备 刘善是刘备的儿子 是吧 曹魏可是可是曹他的孙子呀 是吧 曹他的孙子现在比刘备的儿子还大四岁呢 你说曹魏 我说曹魏是个好皇帝 其实是说曹魏这个人 把曹魏的这个国家的生产搞得不错 曹魏对于西北形势的反应 其实这些都证明了 诸葛亮当初不采用魏延的计策 那这是做对的 魏延的子无骨奇谋的危险 并不在于他本身的胜败 而在于他可能过早的唤醒曹魏 拢幼的问题 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是吧 这不仅仅是一个蜀汉和曹魏争夺这块地盘的问题 大汉朝从东汉开始 拢幼势力和汉朝皇室就关系密切 咱们讲这个刘秀传 是吧 所谓的所谓的六大家族 是吧 在东汉他们不断的和和汉家皇室联姻 所谓的六大家族里边有三个就是拢幼贵族 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打着蜀汉的大旗 能够轻易的进入拢幼的原因 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 咱们现在讲了这么久的诸葛亮的 是吧 诸葛亮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 蜀汉占据拢幼 也未必是西北人民的福 蜀汉是要将战争带到西北来 但是这一切 现在的西北人民还不知道 他们还是说 我是大汉的子民 从曹操时代开始 其实中央对拢幼的政策就非常的矛盾 甚至于你看曹操时代 不怎么敢和这个集团的主力作战 问题其实是如果曹操出兵 曹魏出兵 说把拢幼贵族打败 这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实力来说 拢幼贵族的实力并不强 但是如果真的曹魏打败拢幼集团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拢幼贵族的西北就是羌人 现在是这帮拢幼势力压制着羌人 他们和羌人作战很有经验 有一套 你要是把他们灭了 那曹魏就得自己去面对这帮凶悍的羌人 那会发生什么 咱们下部书讲南北朝 咱们会讲 是吧 基本上就说 你可以认为拢幼贵族 在汉朝那个时候 按咱们当今的社会说 这拢幼贵族就是撒旦 他老是跟你叫板 但是你要真的灭了他 那你就去面对伊斯兰国吧 诸葛亮这个时候 蜀汉打过来 那这不过是政权的更迭 换个皇帝 要是羌人打来 咱们下一部书会讲 汉人将面临的是王族灭中 这其实是中央对西北无可奈何的原因 对于曹魏来说 是打也不是 不打 看着他们这么折腾 也不是 所以你注意到了吗 曹操当年怎么干 曹操进攻西北的前提 就是谁冒头就先孤立他 只有孤立了他以后 曹操才打他 打完 而且我告诉你 打完就封关 对西北 曹操这个人一贯是表扬多于惩罚的 曹瑞这边 现在面对西北的乱局 其实一开始意见也不同意 经过反复的争论 最终司马仪的观点 得到了曹瑞的支持 那就是必须现在立刻集中优势兵力 快速击败诸葛亮 然后在西北实行怀柔政策 和平解决现在的西北动乱 曹魏的事情 在这方面来说比蜀汉好办 为什么 就是怀柔这件事 不外乎就是花钱 曹魏现在不缺钱 是吧 只要是花钱能解决的 那都不是大事 西北困难面前 整个曹魏体现了空前的团结 拼命了 我跟你说 曹家人也没有一个是三国演义中的软弹 曹家也是遗传性强横的家族 诸葛亮的自信其实现在出了问题 毕竟咱们说诸葛亮这个人经验不足 是吧 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咱们现在就说一个 诸葛亮是统帅 是吧 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统帅和将军的思维应该是不一样的 将军的职责是往上冲 战死算拉倒 所以将军的思维是有胜无败 啥时候你听到将军嘴里开始说 这个仗打败了怎么办 那就完了 那叫什么 那叫士气低落了 统帅可不能这样 统帅要为律圣先律败 你要对战争的胜败承担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说 诸葛亮显然的自信没道理 他对赵云是吧 还有邓芝放心 对对司马仪有信心 但是不应该说没有预备对 没有对万一的失败做出未雨绸缪 这是诸葛亮的错 诸葛亮的错 赵云失败以后 赵云身后没有接应 这使得曹军可以突然长驱直入 虽然曹真后来没有这么做 但其实这给了敌人一个选择 马速是接停 这就更是问题 接停被突破 这一路单关的十几个城市 就这么暴露在敌军面前 马速身后也没有预备对 说这个时候咱们冲上去 说把张河顶出去 身后没有 没一开始 诸葛亮就没有做出这样的安排 诸葛亮并没有想的 像说故事里三国演义中说的 那么完美 完美 反而其实作为一个军事统帅 我们看诸葛亮在打这种 非常立体的战争的时候 很智能 一出其山 蜀汉战败 不是因为机会不好 是吧 是因为人才短缺 文官要是能打仗 你说还要武将干什么呢 从这以后 大家仔细体会 诸葛亮 蜀汉 到底为什么打不出其身 值得一提的是 曹魏方面一个主要将领 就是张和 是吧 张和是西北首将 他并不是曹真和曹瑞带领的五万元军中的 此时他应该就在西安附近 但是张和的任务 现在是守卫粮食 要不怎么说这个 这个夏侯毛这个人不成呢 是吧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这么大的一员大将啊 夏侯毛心里认为 最重要的事是看住粮食 只要粮食不丢 我就不会犯正直错误 所以张和这个时候 在夏侯毛手下 看堆呢 曹真 还在洛阳 一复出第一个命令 就是张和为先锋 曹魏在西北有大将 张和没有等曹真的援军到 而是立刻就带领西安守军出发 这个时候的夏侯毛 几乎就是看着一座空城了 等着曹真和曹瑞兰 三国演义中 对张和的描写 其实不能反映出这个大将军的威风 张和其实应该说呀 是一个让两代蜀汉领导人畏惧的将军 刘备怕张和 诸葛亮后来也出头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张和没有管梅县那边 就是赵云他们那边打怎么样 张和根本没管 张和就是直扑接挺 当然 这可能是曹真的命令 但你必须得说这一招是对的 我们再喜欢诸葛亮 也得承认曹真是真厉害 张和是真凶啊 咱们说说这个接挺 为什么接挺这么重要 这个秦岭啊 他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 诸葛亮出汉中呢 走奇山 实际上说呢 这一路就是贴着秦岭的边走 然后在天水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从从尽头绕过秦岭 但是这一段 诸葛亮贴着秦岭走 这一段秦岭上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因为一条河 清水河 清水河从这里流过 把秦岭劈开了一个户口 这个户口的出口 就是关中这一边的地方叫接亭 这个户口的入口 就是汉中这一边 是西城 这其实就给你可以认为 这个清水河把秦岭 批出一个山谷 山谷的一端叫接亭 山谷的另一边叫叫西城 问题其实就处在这条河上 张和和马肃对决的胜负 最终就取决于这两员大将 对这条河的理解 张和就是胜在了一个军人的经验上 在接亭 这条河流向下游 就分成了三股 一股向北 一股向东南 还有一股呢 后来断流了 断流的这一股 实际上就是穿过接亭的大路 汉水 这个河水 分岔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天然的窄道 在大陆和流向东南的河中之间 听明白吗 是一座山 马肃的布防是什么样的呢 马肃啊 把王平的部队 就放在了那个窄缝上 义父当官万夫莫开 马肃自己的把主力呢 放在了王平的前面 就是放在了那座山上 马肃现在在山上 有一万五千蜀军精锐 而且装备了秘密武器 诸葛弩 张和是攻不上这座山的 张和只有一万人 史书中说张和是五万人 那是包括了他后来身后曹真的主力 如果张和不攻山头呢 是吧 张和觉得攻山比较非力 他会不会顺着这条道往里去 如果他突破了王平的防线 他也不就跑进了西城了吗 进入山谷 就是说张和的部队 你这就得一字长蛇阵 对吗 这个时候 整个张和的侧翼 就都暴露给了山上的马肃 马肃所说的居高临下 就是这个时候 张和将被将在这条山谷中 遭到包围 被全歼 马肃的这个计划 其实如果你真的看懂了这个地形 相当完美 所有说马肃是草包的人 我告诉你 他都没有看过街庭的地图 当你看完这个布局以后 其实我当时的感觉 马肃真的是个人物 诸葛亮杀马肃太可惜了 马肃其实就是缺少一点实战经验 这是一个起点非常高的 没有经验的将军 我就问你一句话 马肃其实有水源问题吗 说马肃断水这件事 其实没有 为什么呢 张和的部队在山的东边 而清水河在哪 在从山的西边流过 张和都攻不上山 他怎么能威胁到马肃身后的河呢 和三国演义说的完全不同 马肃就是靠山进水 安营扎寨 那为什么后来张和说 可能从史记中 就说历史记录中 也确实是说 张和是断绝了马肃的水源 我们继续说 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地心 马肃所在的这座山 和王平守卫的这个窄缝之间的距离 过于远了 要命的就是 河水就是在王平和马肃之间 这个地方分叉了 分成三谷了 或者说分成两谷了 而马肃犯的第二个错误 其实和诸葛亮一样 就是马肃 你看马肃步兵 根本就没有预备队 这是什么问题呢 王平就七百人 当他看见张和要干什么的时候 他没有力量打出去 你想如果王平身后 还有哪怕五千人的预备队 当张和就在那断流的时候 王平能眼看着他们这么干吗 王平只要出兵去骚扰 张和他就干不成 可问题就是马肃是个文官 他和诸葛亮一样 都没有这个预备队的概念 就是先律 为律圣先律败 结果呢 结果经验丰富的张和呀 立刻就看出了一个问题 天天亮的时候 天没黑的时候 张和就停在了阶庭里面 天黑以后 张和突然进入山谷 就把大营安在了王平跟前 马肃现在是够不着张和 而王平 王平是准备守卫窄缝 他根本就没有兵力进攻张和 王平就七百人 说他守卫还行 说他进攻张和 王平那是作死 结果张和待在这个地儿 两边够不着 这太气人了 更让人生气的就是张和 现在不但在马肃和王平的空隙中 站住了脚跟 还非常从容的开始断绝了 马肃山后的清水河 很简单 堵住一条支流 水就顺着另一条支流 向北流了 马肃是看不见 所以不知道 王平是看到了 但是就是没有折 所以马肃在张和断流以后的第一天 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不知道原因 为什么这条河流得好好的 突然水就少了 没了 一万五千人 一天要喝三十吨水 第二天 缺水就开始影响到蜀军的战斗力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蜀军要下山 然后从接亭的入口开始要进攻张和 接亭它就是一个河道 两侧都是山 路很窄 你人都没有用 现在张变成张和守住山口 你记着 实际上马肃现在是王李公 马肃干的是他规划中张和要干的活 张和守卫的山谷呢 跟马肃当初设想的完全不同 张和并不是进攻王平受阻的 所以说原来按照马肃的想法 张和要进攻 王平受阻 损失惨重 军无斗志 在这种情况下 马肃说 居高临下 一进攻 问题是现在 张和根本就没有 没有进攻过王平 而且呢 现在卡住了马肃的水源 只要守住就是胜利 现在卫军士气高昂 可蜀军呢 是越来越弱 就这样 马肃攻不进去 现在 张和卡住了马肃的水源 只要守住就是胜利 战争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 马肃的部队就溃散了 王平这边一直在虚张声势 日夜不停的勒鼓驻战 哎呀 但没用啊 张和准之了 你不敢出来 王平现在身后是一个兵都没有 是马肃没有给安排预备队啊 诸葛亮也没有预备队给这支部队留下 这个仗打的总体上来说 我们说很外行 我看到过一个一个军事分析 就是说王平现在要是有五千人 是吧 这个仗不会最终败的这么惨 不用击败张和 你就去把张和的那个坝给拆了 让水流下去 马肃就得救 这你能怨谁呢 是吧 所以基庭之战 其实是外航和内航打的一场战争 到第四天 蜀汉军队就溃敗 实际上是跑了 像阶亭以外跑的 脱离了战场 这是马肃最后被杀的主要原因 你可以战死 但你不能跑 因为马肃的逃跑 给后来的战役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张和现在一共只有一万人 诸葛亮的军队先后有七万人从阶庭边上撤退 为什么诸葛亮的军队不能夺回阶庭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阶庭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是王平 要是马肃在场 马肃可以命令这些路过的军队 咱们组织起来夺回阶庭 然后慢慢走 马肃的命令没人敢不听 但是王平的话 谁会听呢 马肃是荆州邦 这是马肃是诸葛亮的好友 王平 王平不过就是一个蜀将啊 最后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批的蜀军从王平身边撤走 但是只有王平始终带着他的七百人和张和交战 七百人就算你是无荡飞军 也攻不破一万卫军现在守卫的阶庭 诸葛亮呢 说诸葛亮这时候怎么不管呢 诸葛亮早就走了 咱们还是说诸葛亮的经验不足 就是惊慌失措 诸葛亮现在不仅仅是担心接停的问题了 诸葛亮此刻还面对着赵云的兵败 曹真是一个快手 张和是没等援军就出发了 曹真也没有跟着援军走 实际上张和从西安起身的时候 曹真从洛阳起城 曹真比张和还猛 曹真只带了少量的疾兵 根本就没有跟援军一起走 援军这个时候在身后呢 曹真就直接跑到了梅县 在梅县 卫军士气大阵 全线反击 一举击败赵云 我去 赵云身后咱们讲了 根本就没有预备队 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 曹真现在可以从梅县进军 打进汉中 诸葛亮 诸葛亮现在根本就顾不上阶庭了 这个时候正疯了死的往家跑呢 从西北撤军最终非常混乱 主帅诸葛亮 你想先跑了 现在整个的蜀汉系统是全瘫痪 你不知道诸葛亮到哪了 我们都很难想象 竟然没有一个大将 主持收复阶庭的战斗 反而战后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阶庭啊 最后所以夺不回来 为什么 马术有罪 因为他应该在那指挥的 导致阶庭不能夺回 就是因为马术逃走了 马术战败在阶庭战败 不是死罪 三国演义 罗冠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也清清楚楚的知道 仅仅丢失阶庭 马术死不了 所以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 一定要说 马术立了军令状 自己作死的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你说马术丢阶庭和赵云 在梅县战败 这是同样的性质的事情 这其实都是诸葛亮的指挥事务 赵云要是没有死罪 那马术凭什么必死呢 马术后来必死 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此刻的临阵脱逃 是所有人为了解释 说我路过阶庭的时候 为什么不帮王平一把 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我以为马术在指挥呢 自己不管是因为 我没有接到马术的面 哎呀 马术啊 你就就看出 在兵败的时候 文官们的表现 其实 其实非常相似 是吧 诸葛亮的惊慌失措 离开了指挥位置 马术也是惊慌失措 离开了指挥的位置 当你细看 一出奇山 是接亭的时候 真的很很感慨 是吧 蜀汉没有人呢 缺少大将 所以在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是吧 蜀军最后突然战败 也很清楚 谁才是这件事情 应该负责的人 谁呢 当然是诸葛亮 所以现在咱们就开始理解三件事 以后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三件事 第一件是马术的死 这样打的失败 肯定得有个结论 是吧 得有个人承担责任 否则你对中央怎么交代 诸葛亮现在不是没有政敌 所以必须快速的平息这件事 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是马术啊 不是跟着败兵跑回来的 马术一开始失踪了 马术失踪了很长时间 马术是很久以后啊 才才化妆跑回来的 所以当时人们认为 马术失踪了 死了 所以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加到了马术头上 他一个死了的人 再死一回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呢 当马术回来的时候 你说诸葛亮能怎么办 马术已经是判了死刑的人了 诸葛亮只能 挥泪斩马术 老马呀 你 哎呀 你你你你 你推死心呀 忠诚事 不是这个时候 你跑了就跑了 怎么还回来呢 诸葛亮当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 可是既然啊 马术回了 那马术就必须死 马术跟你说没有立过军令状 马术的死也不是因为在街庭战败 甚至于 所谓临阵脱逃 也只是一个幌子 他当初不该失踪 后来不该回了 第二件事情 咱们需要理解的 就是赵云被降制 这其实大体上就是马术应该承担的那个罪 要是马术不失踪 跟着跑回来 诸葛亮在力保马术 其实马术可能说比赵云多降一级 但是也就是个降级的问题 马术按理说是没有死罪 战后第三件事 是王平升官 这大家明白怎么回事吗 王平 王平知道的太多了 是吧 得让他成为我们的人 虽然他是属人 但现在这么一升官 他就是我们的人 王平自己也明白 组织现在表扬你 那就是希望你向组织靠拢 你要给脸不料脸 那就是另一个处理办法了 所以升了官的王平 并没有多说话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王平最后让他烂在肚子里了 好了 我们这一回讲了 马术因为失踪 所以承担了失败的责任 因为归来 因为归来而丢了性命 哎呀 其实 讲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很伤心 今天不讲了 明天咱们继续吧 明天咱们继续吧